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了 是浙江卫视观宣的这个消息 这并不让人意外 不仅在此之前 网络上的愚情确实不容小觑 对于中国好声音 遭遇播出平台浙江卫视暂停播出 内部调查一事 网友的反应出其一致 一方面 他们为浙江卫视的雷厉风行的高效率叫好 另一方面 部分网友又希望中国好声音 如果真的调整不好 索性就永久停播吧 李文走后 在外人看来 他的离开带着很多迷团 他是真的自杀吗 为何事件报告 至今迟迟不更新 李文二者李斯林指责 每夫洛宇文害了李文 洛宇文却说 直到李文离世前的最后一刻 他在香港四季酒店顶层车华套房 一直近800万的房费 都是他在之父 如果不是没有爱 谁会者摸舍得往一个女人身上杂钱 可那想到 真正让李文离开之后 不得安宁的是他生前 在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时的一场段录音 录音细节 已经有各路媒体做好详细报道 综合起来的大致意思就是 李文无法理解节目组的部分规则 因为这些规则 让他自己战队的优秀选手 面临淘汰 为了给这些真正爱音乐的人争取机会 李文顶着压力 和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公开对抗 可结果是 按照李文在录音里的说法 他自己是受到了威胁的 与此同时 让人意外的是 李文遭受到的不公待遇 却没有引来更多的明星大价为他发声 自今为止 站出来为李文说话的韩雄 印尼 都是参加过李文追思会的生前好友 韩雄发言相对克制 曾经想过央视春晚的歌手 印尼说的话 则直输空益 1.25级内地娱乐圈留面子 他今天得知节目停播 激动发文 我大哭哭哭哭哭哭哭 是你们的功劳 正以知识万岁 不能骗我哦 也不忘感谢各界替李文争取正义 印尼更透露 今天才告诉你们 他半夜苦摸我的脸恨不舍 我更知道 今晚他还会来借大家 叩叩安息吧 似乎以止李文来入梦 从那应 王妃到謝霆锋 他直言都是黑幕 都是资本 而那应的这者那身 一度也被视为 是中国好声音最初的股东之一 但网友却不明白 这事情和王妃有什么关系 难道还有连带的罪过吗 短短的十几个字 直接让娱乐圈的恶臭现实暴露 他们都有极深的利益牵扯 7月31日是李文追导会 8位扶宁人 只有两位是娱乐圈的人 其中一位就是前辈歌手恩尼 当自己的自有入念的一瞬间 印尼好象才有失去他的实感 本以为风波就此平息 直到李文录音的出现 印尼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 通知好声音的每一个人都欠缺良知 而且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这依然算是硬刚起了节目组 这也让还在魂女舞女的网友们 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好声音的节目组 再接下来的每一天 印尼都会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关于李文事件的言论 印尼本就是而爱音乐的人 正是对音乐的执注 让他和李文成为自由 李文也是印尼在演唱会上 邀请的唯一一个嘉宾 李文生前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同心于节目组的不公 在录音里奋恨好声音舞台对自己侮辱 这样情绪让身为自由的印尼 有为之感触 于是印尼在社交平台上 继续揭露好声音的真面目 他真的一如中的 说现在的选手们 之后带着前去才能参加比赛 真是一群令人发指的恶恶 并且直接说 罗撒海市中说的都是真的 正考7月份爆火的罗撒海市也应景 罗撒海市事件中的主人龚乃英 也在印尼攻击的对象当中 可以说乃英在这两个月内 一直处于舆论的中心 印尼在8月22日 监视大胆开幕 暴露娱乐圈的乱象 控诉者摸一群吸血鬼 直言谢霆锋 黄飞 那英环有他姐姐那身 以及好声音的导演柳尼 都是一憂之乐 就是吃人欲的资本家 明星在港台那边的出场费 仅仅够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连一件衣服前都不够 而内地则是日身两百零百万 这钱好赚得狠 所以就会出现港台的明星 在这边勾金 印尼表示 虽然算能够理解为了生活 换个地方工作 但是不代表他们可以吃人血饭头 至于点名的者摸一群人 各有各出场的道理 可以说一个都不算是冤屈了他们 有很多人认为那英的背景普通 但其实不然 就凭那英者一张嘴在娱乐圈 得罪了很多人 却依旧安然无恙 这就能证明他背景强势了 而那英的姐姐 更是跟着那英来到娱乐圈 但是不同的是 姐姐那身成为了经纪人 并且出名作品还不少 比如北京欢迎你 我和你都是他监制 策划的 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国好声音的创始人 正是那身 而这几位中的谢霆锋 可以说是力来能力最差的 好声音导师了 没有什么音乐代表作品 当时就有很多人 质疑他凭什么能当导师 是内遇没人了 但是照恩尼这摩一说 好象一次都合理了 不过谢霆锋是好声音的导师 所以被印尼炮轰 那王妃呢 导演扭尼 可能就是幕后操控的一把刀 那王妃并没有想好声音 仅仅是因为和那英关系好吗 你别说 可能还真的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关系 好可就没有过加加的那种单纯了 如果印尼在社交平台上 说的是真的话 那么那英在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有大哥庇护的人 印尼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演唱会结束之后 去了一家酒吧 而那英就是其中的一个歌女 那英因为姓那 是之前满族贵族的姓氏 在之前就一直自封自己为末代格格 而带着那英两者妹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哥 所以那英的背景未必清白 并且那英二分的丈夫孟童 也是有点实力的人 是北京的夜店之王 明智虽然中二 但是多少还是能看出来是不好野的 那英折底被人知道 还是和王妃合唱了一首相约1998 那英能唱这首歌 完全是靠着王妃的帮助 那英之前也是一个模仿怪 靠着翻唱苏瑞的歌小有名气 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苏严 和苏瑞的名字特别像 让人傻傻粉不清 之后却因为自己的恋情问题 和公司骂掰 就算是现在也能看出来那英的火爆脾气 当时的那英更甚 那英不识得罪公司 公司当然不会对一个刚出来的人手下留情 于是就要雪藏那英 那英因为自己的嘴得罪了不少人 只有王妃愿意帮助她 王妃就将自己的王牌经纪人 幽黎欢介绍给了那英 幽黎欢人称欢者 因为自己雷黎风行的手段 以及独特的眼光 在当时的地位非常高 把王妃捧到天后的地位 只用了三年 可以说就算来一个傻子 都能被他包装成精英明星 就这样那英来到欢者者女 和自己原本的公司解约 在之后才有 那英与王妃的相约1998的舞台 那英自此亚火片大江南北 不再被自己的诗歌诗者压上一头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经常相约一起出去玩 或者是打麻将 那英和王妃 就这样牵者在了一起 不多时 那英竟然目睹了王妃 当时的丈夫邓维出轨高原 本就火爆胜子的那英直接炸了 将邓维和小三高原 骂得狗血淋头 哪个小三高原还认为那英骂他计 都不如是侮辱她的人格 要将那英告上法庭 抛开其他的不说 那英这次首诗战男和小三 真是做得好 这也代表了那英对王妃那是真好 之后王妃就开始了 和谢霆锋将拍支三人之间的兜兜转转 他们这段复杂的感情 一直不被网友看好 并且王妃在第一段与邓维感情中 就是插足了他们的感情 明知道邓维有女朋友 还一直上前追求邓维 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 2000年谢霆锋和带他11岁的王妃相恋 后来虽然奋手略 但是王妃却成为了谢霆锋心中的白月光 在和张拍支离婚之后 没过多长时间 就和再次离婚的王妃再一起了 这中间让人很难说没点什么 而那英作为王妃的自由以及遗憤 当然见不得王妃被人这样说 多次在公开场合维护王妃 在参加浪者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疑话 为什么那英 要一直拒绝张拍支的组队申请 那英也直接在镜头面前说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在媒体面前挺敏感的 知道他们中间的事情的人 都低头笑了 这次恩尼所说这几位恐怕 就是中国好声音背后的资本 毕竟鼠那一窝 都难逃其罪 最近连带着浙江台闹得风风雨雨 恩尼在今日24号的爆料 更是吸了浙江卫视重拳一击 那身是中国好声音的创始人 那么他就应该明白 这个节目的原创在哪里 这个节目的开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恩尼在社交平台上 哪个直接发问 他们有没有经过原创者的同意 毕竟这是要上发院的 而这种非原创抄袭的事情 在浙江台又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想闻也说过了 那英雄出道 就是在模仿别人 翻唱歌也就算了 还把名字直接改成为人家相似的 物以类罪人意群奋 怪不得好声音的舞台 没有从刚开始就被打掉 因为浙江台就是靠这样发家的 简直是无法无天 而这次李文的事件 将这些黑幕撕开了列逢 而这些发声的人 把这个口子撕折得越来越大 直至他们都暴露在光明之中 杨坤之前也是好声音的导师 但是他在微博上直言 从第二季大家就开始现了 可能就已经出现了50万的转定费了 恩尼一直在社交平台上 呼吁大家抵制资本 吸投资方施压 动投资者 伤人都视为利是图 在李文的录音出现之后没几天 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公司股票持续下跌 在两天的时间内 已经几近腰斩 这是多么可怕的概念 可能数字更为直观一点 他的市值蒸发234亿港元 按照网友的话 这都是他应得的 毕竟这么多年赚的黑心钱一不少了 可以往外吐出来一点了 古人常说是恶致有报 但是往往是在好人受到了 不可磨灭的伤害的时候 才会引人关注 对于坏人的惩罚 也抵挡不了那些痛 正像因尼说的一样 如果再不发声 网络和人们就会淡忘他 忘记这些业占视 之后又会进入到恶性循环当中 为了减少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希望有关部门 可以撤查这些娱乐圈的潜规则 还大家一个清明